4月18号至20号,宜兰县长林兹庙,台东县长饶庆林及花莲县的代表率团到上海参访交流,举办旅游和农特产品推介活动,并与当地有关方面洽谈合作。 此前4月16日至18日,林兹庙县长还率团到江苏参访,并举办有关推介活动,上述三个县市与江苏、上海有关方面,就旅游、农业合作、农产品采购等达成了十余项合作成果。 为两地机制化的交流合作搭建了桥梁,另外还具了解,这几天南投县县长林明珍正率团在江苏的南京参访交流,其他一些县市也在恰商,适当的时机来访交流。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,亲望亲好的一家人,台湾同胞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合作,发展经济,改善民生,期盼更好的生活,更大的发展,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。 台湾县市上来大陆,就是顺应了民众的需求,我们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,继续与台湾县市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,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